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7日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時事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方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繼續揭露 這個人民幣國際化 的騙局 現在 俄羅斯 即是你的 契哥跟你說 他連用盧布結算也不要 他要收美金 即是說 連你大佬 都不想收你的人民幣 我們跟大家分析時事 經濟 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經濟本身也構成時事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我們經常跟大家說政治 一定要看 國際關係 還有經濟情況 所以 近日比較少就是大事發生 什麼為之大事 例如爆發戰爭 國際關係突然惡化 香港可能爆發 大型衝突 大型示威 這些就是大事 平時這些時刻 就是沒有什麼事發生 我們一定是將焦點 更加多跟大家研究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 是會促成 社會的動盪 和不安 為甚麼那麼肯定中國大陸 這樣搞法真的會玩謝自己 真的會玩完 就是因為 他現在是一手 搞政治 用政治 用鬥爭 搞文革 將經濟 徹底推進深谷裏面 現在正在步向 香港也是差不多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說的是中港車牌 不過繼續說說剛才那幾句 香港就是因為2019年之後 港共政府有恥無恐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仕無忌憚 不斷 透過 行政措施 去干擾 整個地方的 自由市場 到最終 承擔惡果 將整個地方 的東西 東方之珠 一手被摧毀 那麼香港有沒有救的 其實暫時 沒有得救 香港要救 就是要有 等大事發生 在有 大事發生之前 我們繼續經濟我的所有問題 包括 包括 他 他一手製造的社會矛盾 我們就是要揭露出來 社會矛盾 將會成為他日 他的動盪的原因之一 2019年 的矛盾大爆發 一定是來自前面很多累積的原因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這個叫做中港車車牌 大家都知道有中港車車牌 很大程度上就叫做身份的象徵 為甚麼呢 首先如果你有中港牌 你有機會 是因為你是政協 所以才會有這個叫做中港牌 中港車牌 亦都因為這個 跟內地 交往頻繁 過去 十幾年 有中港車牌 就是身份的象徵 因為中港車牌的價格非常惡貴 更加 突顯你 是一個有錢的人 駕駛中港車 隨著 最新 內地公佈的政策 這個叫做 中港車車牌 的市場 可能陷入 徹底崩潰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 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我們的主頻道 我們還有兩個後備戶口 敬請大家記得訂閱 星期二日報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有Patreon戶口 這是付費支持本台方式 希望經濟能力許可的 聽眾和支持者 記得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給所有的聽眾一起參與 敬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碌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 繼續幫忙支持 很簡單 你一定做到 只要 用 右鍵打開就可以播放了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敬請記得按閃電鍵 我們先看看內地報導 內地今天頭條 就是報導這件事 說有歷史性突破 香港私家車 7月1日起開始 可以進入廣東自由行勢 裏面 沒有說詳細政策內容 但是說的東西也挺好笑 他說 隨著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多年 香港和內地關係 日益緊密 車輛互通 已經成為了 香港和內地交流合作重要一環 你也懂得說 回歸了20年 大量的自由行湧落香港 香港又說靠中國內地遊客才能夠救生 說了那麼久 香港人想去開車也不能開 還要特別申請 拿中港牌 中港牌根據官方所說 你理論上可以申請的 實際上他根本就不會發牌給你 其實也很簡單 除非 他能夠收割你 不能夠收割你的 給你申請 為甚麼要批給你 那樣東西是有市場價值的 這個中港車車牌 能夠 買的就是買 已經 存在的中港車車牌 基本上申請 是申請不到的 除非有桌底錢 你不搞貪污 你不搞賄賂 根本就不會有 因為 整個中港車車牌有市有價的嘛 洞接港緊 有一段時間過百萬港元 也都視乎你的 車輛行的是哪一個關口 有這個叫做洛馬洲 黃江 還有港珠澳大橋 最貴的就是這個叫做黃江 黃江 黃江說的是要百多萬 至到二百萬 不等 最好笑就是這些內地報導 既然中港兩地交流那麼重要 為甚麼你不一早就批 就是因為要賺錢 有甚麼原因 大家那麼聰明 一定想到了 為甚麼忽然之間要開放 當然是有原因 不過我們繼續跟大家說 他說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重要的 重磅震撼消息 來了 廣東 香港的人 大家聽著 香港的私家車 可以在 今年 2023年 7月1日 申請之後 在廣東可以自由行駛 他說 這個是歷史性的突破 將會為香港和廣東的交流合作 帶來全新的機遇 在5月1日 這個是廣東 公開相關的政策 這個政策叫做 廣東省關於 香港機動車經 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入出 內地的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對外公佈 也是典型 中國共產黨官方文件 從6月1日開始 接受香港 的車 的車主可以申請 如果申請成功符合資格 7月1日起 可以 行這個港珠澳大橋 駛入廣東 估計 可以有40多萬個香港的車主可以受惠 好了 忽然之間 就是看中了 要你香港人 去大黃港珠澳大橋 大家還記得 建完港珠澳大橋 中國大陸跟你說這個 是偉大建設 還有大量的內地人要下來看港珠澳大橋 但是港珠澳大橋 因為封關 變成了一個 鳥不生蛋的地方 為了要振興港珠澳大橋 現在廣東省就跟你說 我要多些香港人行港珠澳大橋 所以立即跟你說 就是批准 香港人開車回去 就是經 港珠澳大橋 進入 這個廣東省 好了 目前南媒的報導就說會有40多萬個香港的司機 可以受惠 你計算一下 雖然說 這個中港車車牌 只能夠行港珠澳大橋 但是如果 你有一個車牌 說 可能花一點點錢就能夠申請到 你還會不會 拿百多萬 幾十萬 早前就有很多人申請這個港珠澳 的車牌 又是跟你說幾十萬搞得好 斬了斬了 撿了撿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收了多少水了 現在又跟你說 再次給你申請 很明顯看中了你香港人的水 就是說 搞一些辦法出來 讓香港人北上 而且 你在官方機構申請 有大量的錢 向你徵收 那麼最 出事的是甚麼 就是原本的中港車車牌的價值 當有 大量的車輛 可以從港珠澳大橋 駛入廣東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百多萬 買個黃江中港車車牌呢 這個跟三隧分流 跟海底隧道 情況 是一樣的 簡單 為什麼紅磡海底隧道長期塞車 就是因為海底隧道便宜一點 東隧太遠 西隧太貴 為什麼香港死都不肯 要比你便宜一點 因為本身隧道 就好像中港車的通道一樣 本身就是一個收割 的工具來的 你不要忘記 港共政府 由始至終 都是本身是獨裁政府來的 雖然有個叫做立法會 裏面有直選移植 其實實際上 所有東西根本都是徹底控制 所以 香港港共政府本身 維持的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中國大陸更加不用說 中國大陸那麼好死 忽然之間跟你說 給你去申請 就是想向你班人 開刀 想你大王的經濟 想向你收錢 那麼他就理得你了 你支持發了多少 這個中港牌 什麼價值 你百多萬買回來也好 200萬買回來也好 跟他沒有關係 他喜歡變就變 他不會跟你客氣的 關於廣東省公佈的文件 說如何利益措施 我就不跟大家說 全部 就是一大堆垃圾 再一次 顯示給你看 所有的基建 所有這些所謂政策 全部 都不是利益措施 全部都是 他 去照顧自己利益 的政策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